我記得蔡英文總統在野的時候 他講了一句話 那時候他去罵那時候總統罵總統 他說啊不要看數字啊 數字是冰冷的 人民的感受才是真的 你現在講幾包啊 從頭到尾任何時候 你都講我們的物價都平穩 瓦山都瓦山 我告訴你 老闆現在感覺是什麼 今年1月有人就提出這個數字了 一個名數據中心 百分之七十八點九 非常有感物價上漲 百分之二十一 有感物價上漲 加起來百分之九十九啊 幾乎台灣全國人民啊 都認為物價上漲啊 百分之八十七對於政府 意識物價表現是不滿意的 七成認為物價繼續漲 你要講一下嗎 來 這是老百姓的感受 不是數字的東西 你講 跟那個委員報告一下 我們調查的物品有三百六十八項 那有些漲有些是跌 以歐約分的數字 三百六十八項 兩百八十八項上漲啦 但是我們講說因為民眾所感受的 像食物類的東西的確有漲百分之五點多 那個是因為他們 所以你承認這個民調老百姓感受差不多啦 是不是 這是感受 但是我有一種處事 就統計數值 我統計數值 GDP也現在不怎麼樣 不能夠跟著人民的感受 物價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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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剛才已經委員 執政黨委員都講啦 我就不用贅述啦 實質薪資其實是罵他死了 痛苦指數幾乎沒有漲啦 總薪資還是上漲的 總薪資 二十年來 我們的薪資又漲 大概漲一萬塊 平均薪資 可是扣掉CPI幾乎沒有漲 六成的人 你的是比平均薪資還低 那個十年來喔 來 你先不要插嘴喔 你都不讓我講 我就問你 這樣一來 有沒有可能 停滯性通貨膨脹 理由在哪裡 目前沒有所謂的 停滯性通貨膨脹 為什麼 停滯性的通貨 目前就漲啊 經濟不漲啊 經濟是停滯 我們目前經濟沒有停滯 謝謝 好 這個你剛剛都講了 其實現在政府是面對 七缺八漲啦 齁 你這樣講 調查368項 有288項是上漲的 番茄漲了38% 國外旅遊團費漲了28.27% 高麗塞漲了22% 鮭魚漲了20% 沙拉油漲漲 小白在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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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 核心 的民生 要你講你不要講話 核心民生50CPI 5.54 很高欸 主席長 所以難怪民生 老百姓通股組織不要高啦 齁 我覺得 我覺得 我具體建立了 我具體建立 主席總書 你不要老師只有這些數字 你要不要 同時 你 你 我們寫決議都可以 你答應我了 我就不要寫決議了 定期 半年或者一年都可以 定期做一次 像這樣子 老百姓對於物價感受的民調 可以嗎 可以不可以請問你 我們只做實質性的一個統計 不要統計了 做一次民調 做那一種價值性的判斷 謝謝 什麼叫價值性判斷 老百姓的感覺是什麼 我們主席總署 主席長啊 你這樣是打臉 蔡英文總統喔 他講的 說數字 不重要 人民的感受才是真的 你這樣講喔 蔡英文這樣講喔 你打臉他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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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喔 你關快沒得做喔 人民的感受 99%漲 87%認為 這個國家 這個政府 沒有能力 抑制物價的上漲 好不好 你請回 請回 請你回去 主席長請回 你聽不懂 義偶危機是不是 來我們請沈機長 主席長不要做 到時候我們就選決議啦 請你們定期做 老百姓的感受啦 你不是只有這樣 我們就要求你做 我跟你講 來 陳記者 雞蛋國家隊成立了兩年多啦 第二玉備金用在補助蛋機產業 復養跟雞蛋的進口 去年底已經用了十幾億 把第二玉備金都用在這裡 還不夠 因此第二玉備金少了2.5億耶 現在這個缺蛋 聽說要到中秋節 有人說要最少要運兩年 你要不要專案測查一下 這到底是什麼當 什麼一回事啊 你有沒有專案在處理 請問 有沒有專案處理 缺蛋的事情 審計部 對沒有 對於雞蛋 我們110年度有查 他因為那個榮委會 他的我們查到 他的雞蛋產量統計數據 我們 那個是落後的 用了這樣來做結束 所以我們有提出 有沒有給他糾正 提出損合意見 有沒有給他糾正 提出損合意見 他把這個案子 請他 他的主要缺失是什麼 缺失 主要的缺失是什麼 就是他的 這個因為他結束數據 結束的數據 有點失真 所以影響 調控 決策什麼 那個 雞蛋產量的統計數據 決策 雞蛋的統計數字 實真 不太 簡單說就是 寒慢 可以這樣講嗎 寒慢 聽到有路 不太即時 所以會影響 管理的問題 管理不當嘛 所以我們有提出 管理不當嘛 對不對 後來他有用比較新的事記 啊一樣他現在缺了 你說筆軌 還是缺了 專家再處理一下 我跟你講 好 好不好 第 2月北京 要幫他已經用了17億喔 還不符2.5億喔 那個省技長 那個主主機長 各位站起來來 請請時間點暫停一下 請主主機長 請主主機長 沈警長不用走 兩位一起 主機長 林又昌你知道是誰喔 林又昌你知道是誰吧 林又昌是內政部長 喔 內政部長 以前呢 以前是基隆市場 基隆市場還有公文喔 而且我都錄影起來囉 在我的IP你可以看一下 他公開說 集結要的費用 中央全部出啊 結果中內政部長修理謝國良 沒有喔 你要出喔 出我事情 我就問你 那時候是不是全部出 有沒有 那個文還沒有到我這裡 他們都是在規劃階段 是在交通部 謝謝 所以你不知道這個事 所以林又昌就吹牛就對了 我認為說 他到底講得什麼 我不想 道道道弟弟 林又昌當市長的時候 欺騙基隆市民 所以這都中央出的要錢 結果他當內政部長 打臉謝國良 我就告訴你 主席長 如果你那個補助標分藍綠歐 對不對 補助標分藍綠歐 全國都一樣的 請你以為 請你以為 還沒到你那裡啦 你也推得很乾淨